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馅饼的饼皮含水量是非常大的,占比90% 用筷子把它搅拌到无干粉状 盖上盖子,饧面15分钟 每隔15分钟我们搅拌上一次,重复4次即可 每一次都会越搅拌越轻松,产生更多的面筋 今天的馅饼是猪肉大葱馅 加入15克的盐,5克的鸡粉,颗13香 大勺香油,一大勺蚝油,还有老抽 肉馅要想多汁,必须加入大量的葱姜水 再加入提香的米米5克料油 加入姜末和大葱,可以提鲜也增加口感 朝着一个方向搅拌 让馅料吸满了水分 由于含了大量的水分,我们需要放入冰箱冷藏一小时 面粉,水,还有时间 三者缺一不可 面粉和水充分融合 面筋得到了松弛,可以拉出又薄又透的膜 我们戴上一次性的手套,抹上一点油 把面团分割成大小相同的剂子滚圆后 放在一边松弛上15分钟 然后沾上干粉 用手指轻轻的按压 就可以用擀面酱轻松的擀薄了 由于面团非常的软,擀不远影是没有关系的 放入冷藏好的肉馅 像包包子一样封住封口 水合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留面粉中的小麦香 更大限度的锁住水分 水分越大,饼皮就越柔软 你也可以提前和好面放入冰箱冷藏上一晚上 第二天让面团回温之后再使用 平底锅中倒入色拉油 用刷子涂抹均匀 开中小火 把鲜饼放进来用手轻轻的按压 由于面团非常的软就可以瞬间的按好了 鲜饼又大又圆 然后我们刷上油锁住水分 烙上20秒就可以翻面了 每20秒翻面一次 来回翻面四次就可以烙好了 想起初来大同的时候 第一次吃到的鲜饼就是在三医院旁边和老人的店铺中 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做了 来看一看里边流动的汁水 撕开一个小口 你能想到一个馅饼中竟然会有这么多的汤汁吗 真是皮薄鲜大 汁水越多 鲜料越鲜嫩 学会了吗 好了这期视频我们录制到这 下期见拜拜